《炒股票》 問你一個問題 炒股票和打官司有什麼分別? Marker哥有什麼高見? 炒股票贏的是道理 打官司贏的是歪理 賺大錢難道靠歪理? 誰有錢人不想找一個大律師做朋友? 有什麼意動,我們就是他保命符 找幾個大老闆 學下炒股票,學下炒股票 有益身身 我寧願被人打 比被天收 你以後的路很難走 你還記不記得 你當年讀法律是為了什麼? 中家就是香港的大世界 整個商界都要在背後聽他們的笛 如果贏,馬上出版 你現在代表的是他的情婦 就是中太太的死對頭 如果輸 就坐中身 好 我只是借渣而已 來 去吧 既然那個女人已經坐牢 就讓她不出來 忘記了 忘記了證據和證據 等等 就讓警察 誰是裁判 做人 當然要以德服人 暗算靈界 以前 每個人都說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今時今日 人人都改口了 說法律面前 窮人死定了 我就看看 今天誰死定了 法庭容許你出場 我們會拼命幫你打這場官司 我們一定會 證物幫他們 今天 證人幫他們 這裡 死人 都幫他們不到 everything is wrong 我們做刑事大律師 每天站在這裡堅持 唯一值得我們這樣做的 是只有一個理由